最近国内的娱乐圈消息不少,但是相比之前初会或者离婚这样的大事件来说,也算风平浪静了。 而韩国娱乐圈除了之前胜利等人的风波,以及宋仲基和宋慧桥离婚,举婚上的离婚风波,也引起不小的热议。 不过貌似韩语圈最近就热闹多了,近日又有人曝光了韩语圈的猛料,护士曝光某一人刚列送医院救治,网友指向红遍亚洲的他。 根据韩国热搜上的反馈,据说是医院的护士爆料,某一人因为刚列去医院看病,而之后,该艺人给出的理由是在浴室摔倒,然后摔在了沐浴入行字上。 韩国网友纷纷猜测该艺人的身份,则分指下了红遍亚洲的嫖宝剑,随后嫖宝剑和刚列都上了韩国热搜,此事已经发酵,不少网友也对于幕后的真实原因很是期待。 有嫖宝剑的私生办透露,说嫖宝剑满人在追一个男团成员,并且对于她的兴趣向表示怀疑。 不过,嫖宝剑的粉丝则回应称嫖宝剑这,周都在拍戏,有因缘有路透,还有路人偶遇,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呢? 不知道之后,嫖宝剑方面会不会对于此事做出回应呢? 嫖宝剑这个名字恐怕很多国内网友都非常的熟悉了,1993年出生的她,不仅参加了红遍亚洲的影视剧《云画的月光》,请回到1988,以及男朋友,她更是凭借精湛的演技,获得了韩国国会大奖,KBS演技大的赏,以及百想艺术大赏的最佳男演员。 而她在2019年,还登顶福布寺韩国名人榜的创造韩国艺人的记录。 现在爆出这样的负面消息,希望对方可以早日回应吧。 读者朋友们,你怎么看? 读者朋友们,你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